如果你去园艺中心购买肥料 你就会发现 许多产品都标有NPK的比例数值 而且每种都有不同的比例 1比1比1的肥料 和15比15比15的肥料有什么区别呢? 两者的养分比例完全相同 均为1比1比1 但后一种肥料含量是前一种的15倍 字母NPK中的数字代表氮磷钾 在这包肥料中的百分比 例如这包肥料其中含1%的蛋 0.5%的零和1%的甲 那么什么是植物的最佳NPK比率呢? 如果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对我们种植者来说就太好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 传统理论认为 每种植物需要不同的NPK比例 才能生长得最好 例如番茄和万寿菊 可能需要不同的营养比例 然而现在还有一种反向理论 认为植物都是利用叶子进行光合作用 DNA也具有相同的结构和功能 如果玫瑰需要更多的蛋 来制造碳水化合物 那么番茄和树木也需要 如果功能相同 那么对营养素的要求也相同 这意味着所有植物都需要相同比例的营养素 了解哪一个理论是正确的 对我们如何使用肥料有着巨大的影响 传统理论其实早已被广泛接受 也在园艺和农业中 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和接受 但是商家对于任何一种特定植物的需求 却没有一致意见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买到的各种肥料 NPK的树植五花八门 每个专业团队都会开发自己的最佳配方 目前这两种理论都有一定的有效性 不能排除任何一种 如果按照传统理论 每种植物都需要自己的最佳肥料 然而我们在实际种植中 面对室内外几十种不同的花卉 蔬菜和水果 使用传统理论为植物施肥 这几乎完全不能实现 反向理论认为 所有植物的NPK需求都相同 这实际上是我们可以使用的唯一理论 并且有科学实验作为理论基础的 那就是最适合您的 花园和室内植物的NPK比例是3比1比2 请注意这是一个比例 因此您还可以使用6比2比4或9比3比6 使用的总量取决于植物生长的速度 我们把NPK数值是3比1比2的肥料 就叫做通用肥或平衡肥 当然1比1比1的肥料 也可以叫做平衡肥料 但需要特别说明这个数值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